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今天带来听说你喜欢我番外 第十一集,阮刘征意外怀孕,第一反应是瞒着宁志迁 阮刘征和宁志迁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们依旧是忙忙碌碌 平日有时间的时候也回双方的家中探望一下父母 自从宁志迁跟阮刘征说过关于阮朗和谭雅的事情之后 没过几天阮朗和谭雅就找他坦白了 一边是自己多年的闺蜜,一边是自己的至亲 他最后还是选择了支持他们 你说,我做得对不对啊 阮刘征睡觉前跟宁志迁谈论起了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做得对啊 阮朗一直都是家里的大问题 现在有个人能让他静下心来认认真真的搞事业 这样说是不是觉得能把阮朗降服的这个人很厉害呢 然后我们换个角度想想 这个人只不过恰好是遇见了一个不好的人 是个带孩子的人 但最重要的是他让阮朗变好了 宁志迁的话让阮刘征的心彻底定了下来 他的选择没有错 其实我觉得这还是一件好事呢 毕竟谭雅是知根知底的 什么婆媳矛盾,姑嫂矛盾都没有了 多好啊 宁志迁的话让阮刘征笑了出来 你这样说呢 也确实是没什么问题 阮刘征拍了拍宁志迁示意他可以睡觉了 宁志迁听话地关了灯,然后躺了下来 他突然翻身压住了阮刘征 阮刘征也被宁志迁的动作搞得有点反应不过来了 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宁志迁已经吻上了他的唇 宁志迁的手顺着往下 正要伸进衣服的时候 阮刘征的理智恢复了 停,今天不行 他制止了他的动作 今天不是你来大姨妈的日子啊 为什么不行了 宁志迁的声音有些沙哑 那个,没有了 阮刘征说道 偶尔一次应该没关系吧 况且还可以用某种方法 宁志迁和阮刘征对视了一下 阮刘征瞬间就懂了 他放任宁志迁继续进行下去了 这个事情过后 两个人即使补充了库存 也没有将这件小意外事情放在心上 半个多月之后 阮刘征总觉得自己不对劲 但是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 他把自己的这种异常情况归咎为最近工作太忙了 他跟谭雅抱怨自己最近状态不太好 动不动就感觉到累 而且还有些睡不醒的感觉 他本身大姨妈就不太正常 所以也没有放在心上 谭雅毕竟是生过孩子的人 这种不太正常的情况 他容易往怀孕的方向想 你有没有可能是怀孕了呀 你和宁志迁不打算要孩子吗 谭雅的话提醒了软流争 怎么可能呢 我们俩说好了要等等才会要孩子呢 而且我们一直是有措施的呢 说到这里 阮刘征想起了那天的擦枪走火 你说没有就没有呗 那你就多注意 谭雅挂了阮刘征的电话 阮刘征算了算一下那天的时间 然后又看了一下 连忙下楼去买了验运棒 他已经等不及了 他想要确定一件事情 半个小时后 阮刘征拿着上面有浅浅的两道杠的东西 从厕所里面出来了 他好像是怀孕了 验运棒有一定不确定的概率 他还是得查个血才能最终确定 他还是很有效率的 赶在下班之前查了个血 然后和宁志迁一起回了家 吃过晚饭之后 宁志迁在电脑前忙碌着他的事情 他也坐在沙发上看书 只听见手机响了 他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他打开网址 看着上面的加号 那一刻他知道自己是真的怀孕了 他抬头看着宁志迁的背影陷入了沉思 亲爱的宁志迁 社里面证 宁志迁 订阅 第一次 关于 轻轻轮 轻轻 轻轻